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煮 今天要和大家做一個台灣小吃 就是叫做燒麻薯 我自己很喜歡吃這種煙韌食物 在糯米咬下去很棒 於是我偶爾會做給自己吃 不過你不要告訴太嫂 因為她不知道 開始煮了 其實這個燒麻薯非常簡單 首先我們要找一些糯米粉 然後就預備少許凍滾水 最好是熟的 不過所有水都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衛生一點 做個凍滾水就好一點 還有什麼呢? 就是洗乾淨的雙手 因為我們要用雙手去攪拌它 好 淋拌之前 我們就會加少許糖粉 做一個底味給燒麻薯 攪拌得均勻一點 好 接著我們就倒些水 我們就不要一次過倒掉 先倒一點 接著就開始煮了 好了 搓到差不多下 就開始不黏了 做這些麵糰 有一個說法就是這樣 要三光 什麼光呢? 就是手光 麵糰光 以及煮好光 即是說你搓完之後 這三樣東西 都是很乾淨很亮的 這樣你的麵糰就是適合了 好 我們不要搓得太多 好 接著我們就要拿大約十分一的麵糰 拿去煮一煮它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個方法就可以令到 跟著那個麵糰沒有那麼容易爛 以及更加煙韌的 他們好像叫這塊東西 叫果翠 我不知道 總之這個方法就是這樣 麵糰的十分一拿去煮一煮它 然後煮熟了浮起來之後 就放回這個麵糰 好 現在我們就要煮一煮這個 在這個時候 記著用保鮮紙 包回你那個大一點的麵糰 免得乾 好 煮了滾水 好 這個就是那個十分一的麵糰 我們再把它撕開一半 放入水 這樣分開之後 你放回那個大麵糰的時候 你再去搓就會均勻一些 就會容易搓一些 現在讓它浮起來 好了 浮起來了 好 現在我們就關火了 拿回你的包著保鮮紙的麵糰出來 然後就把這個煮熟的麵糰放過去 打開保鮮紙先 你會見到我呢 我把它按了一個弧形出來 因為我想摺緊那塊東西 好 就這樣放下去 好了 現在呢 你就要考慮你自己的內熱能力 因為呢 有機會呢 都會幾熱一下 不過不要緊要 我們盡量呢 用原本的麵糰呢 包回它 包一會兒先 你不要又說 不如我們放冷一點再做吧 這樣又不行 一定要趁熱做的 好 假如你好像我這樣 現在呢 做到呢 它好像還有一點點黏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你剛才去撕的那個十分一 撕得太多了 即是好像我這樣 非常之好 我這個示範 錯了 如果真的這樣 不用擔心 我們加上少許糯米粉 就可以攪拌回事情了 好了 現在呢 就剛剛好了 非常之靚仔 這個 就是這樣 放在這裡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分件 好了 在你準備分的時候 你就煮滾一個水 我們做什麼呢 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做一個糖水 讓那個麻薯呢 拿下去煮的 這樣呢 接著就上了色 這個呢 就是台灣這個燒麻薯的特色 OK 我們呢 要放片糖 冰糖 然後它在這裡煮溶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 將我們的麻薯分割了 我們呢 就慢慢 弄大它 好 那就視乎你想要幾大顆 我可以吃大顆些 好像正點 接著 搓回去一個波 好了 看看它 雲巡味 好了 雲巡了 接著呢 我們呢 就預備一盤水 那這盤水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呢 我們想 將這些麻薯 在水裡浪一浪 然後才放進糖水裡煮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呢 它上面有些粉 當我們呢 放進去那個糖水裡煮的時候 有機會呢 就是越煮就越燥越稠 那就不好啦 於是乎呢 我們呢 就洗一洗它 才放進去 當然有另一個方法呢 就是 你煮一鍋水 煮了這些波波先 接著再去浸這個糖水 這個方法呢 就萬無一失的 但是你又要多洗一個鍋 又要多灑一些火 又要多灑一些水 然後呢 看你怎麼想啦 OK 這個方法呢 就快一點 好 滾了啦 現在呢 我們洗一洗它 接著呢 放進去啦 繼續啦 一次過不要放那麼多 我放了百粒先 現在呢 就等它呢 慢慢浮上面 哇正 浮上來了 接著呢 你就可以預備一些 椰絲花生呀 芝麻呀 那些 混在一起 又或者呢 好像我這樣 有些黑芝麻 只要你 不包都沒有問題 或者白芝麻都可以了 但是呢 記住那些芝麻 一定要是炒香過才行的 好 拿個球來玩一下 先 放上去 就是這樣 接著 軟軟軟 這樣就可以了 哈哈 好黑呀 我這粒 哈哈哈哈 繼續攪 吃東西 嘩 選哪個好呢 嗯 我先試原味 嘩 嘩 正呀 我最喜歡吃這個 嗯 好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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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 我自己 因為超喜歡吃這個 所以這個呢 簡直是天堂 哈哈哈哈 超簡單 很容易做的小食 slash 甜品 所以呢 大家不妨可以 跟來試一下 記住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 當然是Like 多謝大家 可以做 快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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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谢观看